这期我们就聊一下团控型两位法师英雄 真姬和王昭君 同为团控型法师 为何大家更喜欢王昭君 而且在高端局很难看到真姬的身影 甚至职业赛场都很难见到真姬登场 而王昭君的上场次数已经数不胜数 这两位英雄技能非常相似 其实之所以王昭君更受大家喜欢 是因为王昭君的团控能力要大于真姬 并且自保能力比真姬强 如果细说两位英雄 真姬比较偏向于消耗 可以让敌人一直处于血量不健康的状态 而王昭君更偏向于控制 或者说一套技能秒掉敌人 逆风局真姬的首塔能力远不如王昭君 前期两位英雄强度一样 但是到了后期 王昭君更占优势 并且真姬的大招范围要小很多 王昭君前期可以打伤害 后期可以跟着队友打控制 大招还可以分割战场 而真姬虽然大招也可以 但是负面影响仅仅只有减速效果 而且范围比较小 总体来说 王昭君的整体实力要大于真姬 越到后期 王昭君的优势就越明显 因为后期打团的次数增加 一旦敌方做出魔女斗篷之后 真姬的二技能弹弹弹 就会失去很大作用 并且大招范围太小 而且王昭君的大招 可以减少敌人的攻击速度 为队友创造良好的输出环境 不管是分割战场还是守高地 都比真姬强 所以大家更喜欢王昭君 也很正常 那这两位英雄 你更喜欢谁呢